給大家示範一下工具人交友要怎麼使用 首先就是註冊帳號 一般建議是用Facebook名稱或用學號 這樣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後面會可能要跟別人聯絡 所以就是先用email也可以 反正我意思就是說你要讓別人比較容易找到你 然後約會價格這個10元打就可以了 註冊就這樣 基本上很多動作都是會彈出這個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是用區塊鏈的這個app 所以你每做一個行動你就要付礦工交易手續費 因為礦工會幫你做很多事情 然後你進來之後因為我剛剛是註冊的女生 所以進來就會得到萬用幣 然後呢就是 男生的話應該是會得到工具人幣 那就是內側的才是這樣子 以後這個錢都要靠自己賺 對 那那個就是 進來主要看到這個無論提供什麼服務 然後還有看到下面是工具人列表 就是所有用戶的概念 就是下面就是所有的用戶 對 然後還有他們提供的服務的內容 那他們的過去服務的平均的得分 就是會有這些 還有他約會的價格 然後性別 逆程 對 然後就是 現在我們來註冊一個服務 譬如說我看一下我要做什麼 呃 不要教Dexter算法好了 教什麼 教如何破解Dexter算法 如何破解Dexter算法 如何破解Dexter算法 就是 其實想破解很奇怪 講攻擊好了 攻擊Dexter 那攻擊的話 比較貴 要10萬塊錢 提供服務 好啊這樣的話咧 confirm了 你就看到這邊就有這個 所以咧 就是如果有誰有10萬萬用幣 他就可以來要求我服務 當然現在可能 搭註的接下來最多就1萬吧 就沒有那麼多 但沒有關係 因為你也可以提供一些便宜的服務 然後咧 別人要求你服務他 你就會賺到工具人幣 然後再把你的工具人幣換成萬用幣 那你之後就可以來 請我教你這個工具 這個神 對所以這個並不困難 並不困難 對好 那那個 我再註冊一個比較 無聊的服務好了 譬如說 呃 司機 這個小客車司機 好 那個便宜一點啦 收個500就 1000好了 1000 小客車司機 1000塊 好 就這樣 欸好了 好 讓他注射好了 然後呢就你看到今天服務 如果有你想要的 比如說 你覺得 這個 交第二層共識演算法不錯啊 好 要求一下服務 對 好然後你看 你就5300萬用幣就沒有了 就就被扣在系統那邊 對 那這邊就會看到 啊如果你撤銷的話 那個錢會 跑回來 對 不然我撤銷一下好了 示範一下 欸你看錢回來了 對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玩真的 我們要求服務 好 然後呢 就是 我這邊就是需要那個 切換帳號 對 因為這是我另外一個帳號 應該是 Women吧 好 刷新一下 好你看 然後呢就看到 欸 有人要求我 教他這個人工資演算法 接受一下 然後呢這樣好 再切回來 切回 切回剛剛那個帳號 要求他 這個他已經接受 接受之後就會跳評分頁面 對阿當然是 他接受 我的要求之後呢 我就要聯繫他嘛 所以就是 找這個工具人 那因為他用 需要註冊 我可能就寄一封 E-mail給他之類的 看他約個時間 然後請他教我 那等到他教我 教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在這邊打分 那但 這邊自己給自己 一定要給10分嘛 對 然後就可以上傳評分 好 如果這邊說 你可以9分的話 那個人他就會獲得 那個他的 價碼的9成的工具人幣 然後剩下1成會是萬用幣的行資給他 所以就工具人幣是比較難得的 就是 他是證明你的服務是讓人滿意才會有 萬用幣就是 反正你假如有交易就有嘛 對 確保你大家都不吃虧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剛剛我 這樣子 好你看 這個人評分 你看平均分數變8.5 變8.5 那你可以點一下 看你看他還有工具幣來源指數 欸58% 對 就是 那58應該就是10除以17嘛 因為他 只有提供這種服務 被要求兩次 那我給他10分就比較高一點 所以他來源指數比較集中 是來自於我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是他給過別人一個10分 就你這邊都可以 點頭像就可以看歷史評價 像如果點這個 你看 我有給過一個人10分 對 就可以這樣子 那你又可以看 7分是這個人給的 他給出評價7分 對 反正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對 所以你要接受人家服務 或是要提供服務 也可以先點一下他的頭像 看看這個人過去都幹了些啥 這樣子 那基本的功能 就大概示範到這邊 對 那大家可以隨便用一用 反正現在只是 測試版了 所以你不見得要真的跟人家約出來 完成服務 那你只要點點按鈕 然後 這邊上架一下服務 看看會不會當機 會不會有BUG 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